他贵为四大天王 私下对佣人却十分冷漠 佣人端来米饭 他看都不看一眼 就伸手去接 佣人切好水果 他一直是翘起二郎腿喝茶 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其实这并不是他架子大 只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陶姐在罗杰家做了六十多年的佣人 如今主人权加一米美国 而罗杰因为工作原因回到香港 陶姐便继续照顾他 罗杰提出想吃牛舌 陶姐就回答 你还想搭个桥啊 牛舌这玩意儿不能吃 别吃了 陶姐刀子嘴豆腐心 表面上不准罗杰吃 但还是在他回家前 掳上一副上好的牛舌 深夜 罗杰下班回家 看见屋内还亮着灯 却知道陶姐还在等他 忘记带钥匙的罗杰 无论怎么拍门 陶姐就是没有出来 救护车来了 陶姐因为头晕摔倒 正疯了 幸好罗杰发现及时送进了医院 家里没有了陶姐 大少爷罗杰是什么也干不成 扫个店也能发脾气 甚至还要看说明书才会洗衣服 接着工作结束 罗杰来到医院看望陶姐 还想给陶姐找个护工照顾 可陶姐不想连累罗杰 并提出辞职 然后去住养老院 罗杰溜不过陶姐 只好答应 他开始四处寻找适合的养老院 因为问询的太多 工作人员以为是来找茶的 转身就去找老板 可没想到二人竟是好友 他帮罗杰减免了部分费用 还给换到了最好的单人签 就这样 罗杰带着陶姐来到养老院 主人蔡姑娘还亲自接待了她 陶姐对这个狭小简陋的房间十分嫌弃 到了晚饭时 两个老人竟因为饭菜掉在桌子上 动起手来 不仅如此 两个老人互换假牙的场面 也令陶姐十分嫌弃 好在这时 旁边的老太太主动和她打招呼 陶姐说起自己的名字 对面的老头说 一听就是庸人的名字 被陶姐怼了回去 所谓的房间 也只是一个个隔板隔开的 到了夜里 深吟声 哭喊声 呼噜声 交织作响 有的陶姐夜不能寐 她艰难的起身 住着拐杖吃力的走向卫生间 在连接打开几扇门之后 她不得不对卫生状况妥协 她心一横 在鼻孔里塞两团卫生纸 快速解决战斗 终于 罗杰有空来看陶姐 面对罗杰的询问 她依然回答 一切都好 皱了几天的眉头 也在这一天 终于有所舒染 罗杰的身份 罗杰回答 是陶姐的干儿子 听到这话的陶姐忍不住笑起来 大老板带老人来吃饭 确实寒孙的点了一条鱼 穿着吐气的她 还被老板误认为是开出苏的 和干儿子相聚 陶姐心情都好了不少 几天 家里来了三个罗杰的小学同学 他们看到冰箱里陶姐掳的牛舌 牌都不打了 纷纷拿起刀叉吃个精光 饭后还不忘给陶姐打电话 嘘寒问暖 令人惊喜的是 陶姐居然还认得他们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忧心待人 陶姐才能成为罗杰家的一部分 自此 陶姐的心态变得乐观了许多 还和老人们打起麻将 做附件的时候也积极配合 身体恢复神速 很快就不用住拐杖了 这天 罗杰要带陶姐回家吃饭 陶姐一大早就穿戴整齐坐在门口 还时不时望向街上 可等到罗杰到来时 又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二人回到家 陶姐见到了许久未见的猫咪 她伸手摸了摸家具 全是灰尘 这时 罗杰赶紧请她坐下 还端了一碗粥 端端几天 原本还啥也不会的大少爷 居然会做饭了 饭后 两人翻箱倒柜整理旧物 看着老旧褪色的照片 他们聊起小时候的事 罗杰看着陶姐 才发现 不知不觉间 这个女人已经陪伴了自己大半辈子 两人来到户外 陶姐盯着路过的新人 看得目不转睛 罗杰打趣她是不是羡慕 还数着手指 说起年轻时追过陶姐的男人 陶姐也反问她 为什么四十了还是单身 两人就这样互相吐槽 罗杰还撮合陶姐和养老院的尖叔试试看 被陶姐一脸嫌弃 这不 尖叔立马就来献殷勤 给陶姐送来了热乎乎的蛋挞 刚把钱没两句 就伸手不能借钱 平时舍不得花钱的陶姐还是借给了她 后来尖叔甚至直接向罗杰借钱 说是看病买药 却不巧在某天被罗杰碰见 她挽着一个起头妹从饭廊里出来 罗杰假装没看见面走开了 几天后 罗杰的妈妈从美国回来看望陶姐 不仅带来了高级燕窝 还给她塞了很多钱 可陶姐说什么也不要 只收下了燕窝和两双袜子 对陶姐来说 能让主人亲自来看望 已经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她已经不奢求什么了 晚上妈妈叫来罗杰 让她赶紧把租出去的房子收回来 劝陶姐勉强还能照顾自己 让她退休后能安心养老 罗杰无奈的回答 还有一个房客说什么也不肯搬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第二天 罗杰直接找了个三兄弟 成功哄走了钉字户 年关将近 养老院的老人们纷纷被家里连接走 罗杰也飞去美国和家人们过年 只留下陶姐孤零零一个人 老太太又要独自过年了 陶姐没有家 诺大的香港 她无亲无故 穿梭在兮兮攘攘的街头 陶姐给自己买了个小风车 尽兴坐在路边 热闹是他人的 陶姐什么也没有 年三十这天 罗杰给陶姐打句电话 陶姐很感激 他能把家里的猫咪送过来陪他 当罗杰问起陶姐的情况 她的回答仍然是 一切都好 还谎称有美味的年夜饭 夜晚的海边放弃了盛大的烟火 养老院里 只剩下陶姐和蔡主任 还有一位年纪更大的老人 他们就在沉默中 过了一个没有任何年味的年 几个月后 罗杰的新电影 要在香港开首营会 特特地来接陶姐去参加 陶姐戴上珍藏的金戒指 换上展现的皮鞋 还做了发型 大帅哥挽着大美女来的现场 罗杰还大方地跟人介绍 这是他干妈 会后 儿子挽着老妈的手 走在切头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讲着许多不曾讲过的痴心话 可后来 养老院里 一个和陶姐关系不错的老人摔倒 没想就过来去世了 另一位病友 也因为交不起治疗费搬走 身边一个个朋友相继离开 陶姐也逐渐变得郁郁寡欢 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 随后因为胆囊发炎 而住进医院 手术完成后 罗杰带着陶姐飞到美国 参加侄子的周穗燕 最后拍拳家福 陶姐在大家的簇拥下 坐在中间的位置 可见陶姐在家的地位 已经不只是庸人这么简单 罗杰目前亲自带陶姐 来到回收的房子 在停车的间隙 姐姐说起小时候十分嫉妒罗杰 因为陶姐偏心宠她 姐姐还希望 自己能在陶姐过世的时候 包下所有的丧葬费用 以表心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 陶姐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如今已经完全不能自理 不停抽搐 还时不时流口水 陶姐还是被送往了医院 医生告诉罗杰 老人全凭药物 掉至最后一口气 希望她好好考虑 让老人自然地走完最后一程 罗杰无奈 却也只能答应 陶姐还是走了 追到会上 罗杰正主持着葬礼 尖叔来了 躲在门口不敢进去 罗杰便招呼她 尖叔将花放在棺盖上 并深深居立功 从此以后 罗杰深夜回到家 再也不会有那盏亮着的灯 和等她的人了 影片上映之后获奖无数 最打动人的 不仅是叶德贤和华仔的演技 更是这不是母子 圣死母子的亲情 陶姐的英文片名叫 A Simple Life 一路走来 不过是人间异常 简单平淡是福